来 欢迎两位新成员 欢迎两位新成员 好幸福 我迟迟更好幸福 这俩新人谈的感受吧 你们俩对我来说不算新人 都很熟 你们俩合作了歌吗 对 诚诚讲吧 我们俩私下还蛮熟的 胖年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 最后的聚餐 那怎么想着要合作一首歌呢 感觉龙哥比较有听 然后主要是我特别不擅长 弦那种小情歌 你们俩合作的是一首 有小情歌吗 试完了吗 不是 他唱的 我唱的 我给他写的 你写的 那唱下呗 行啊 唱真好 宛如录音室 你新鸣来了 不擅长深情 不擅长逗你开心 不擅长热情 只会让气氛解贫 而被记得爱情 会不会忍眼泪结冰 好 我就唱到这点到记忆 但龙哥这词写的确实是厉害 眼泪结冰是什么 是什么叫眼泪结冰 因为我就写 我就是写 东北男人的爱情故事 因为他这首歌 他就写是说 我是一个很不擅长社交的人 我也不会聊天 所以我经常让气氛结冰 第二段他就写说 我是个很不会聊天人 经常让气氛窒息 那窒息的地方 我就想起了太空里 是没有氧气的嘛 就是说那太空里的星星 会不会唱歌很好听 挺有想法的 对 就是那种比较笨笨的男孩 对女孩的那种 那这首歌挺招书喜欢的 还得是宝哥 火了 已经火了这首歌 行吧 那叫干杯 热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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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喜欢 可以啊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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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累不 宝哥 这个点 我看看 我不累 12点多了 累了不累 就是今天没补着下午觉 在家那段时间习惯了 什么综艺也不做 那段时间 你养成一个 特别规律的一个生物中 下午的时候 哪怕就躺半小时 都特舒服 既然录节目还习惯不 被我的猜歌震撼没 震撼了 我 迪哥是我这么多年 就是我入行的第一个 常录节目 就是跟他一起录的 你不觉得 整个中国的综艺 有没有一档 你没有去参加过的 没有 他没参与过的 没有 他没参与过的 我那个时候 我特别喜欢他 就是他只要说任何话 我都笑得不行 然后我们只有几年了 我们一起做了好几档了 直到我今天我看到他 我还是他说什么话 我都一直笑 你看看 就吃我这套 对 就特别吃他这一套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怕发现 因为他也录很多很多综艺了 我怕他自己发现 自己越来越不好笑这些 所以我太会 每次笑得更用力 我应该不住又没了 你晚上喝点海天酱油 然后给他吃 这个厉害了 给我买上海天呢 海天给我买上 这儿呢 我在喝哪天 可以 你少进去 我跟你说阳迪 我们只是督促你 让你多挖这些新的包袱 好吗 什么呀 梧桐怎么还不进来 疼啊 疼 没有 我还听着今天有味儿 烫的 真是一呼就叫 好多 不过来